头要竖起 头要竖起 就是我们整个脊椎 脊柱 脊椎腰椎 胸椎 整个这一条线给它立起来 然后呢 我们两手交叉 相叠 你看比如说我们放在右右侧的时候 是我们的左手压右手 放在我们大腿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需要我们两手 以左手为主 下按 一按的时候 你看我的头顶就竖起来了 这时候一顶的时候 我们的肩 肘 都有一个下沉的动作 先把头给立起来 耸起 保持这个姿势 然后呢 我们头开始向左侧 向左侧牵引 左侧转 一定要保持这种下按的这个劲力 头顶顶住了 然后开始向左侧 这个左侧转呢 它不光是这个头自己去使劲扭 需要我们左手 按一下啊 给一把推力 首先一个 首先一个两手向下的按镜 然后左手向 向下 按的同时呢 向左侧一推 推直 胳膊伸直 把我们这个头啊 整个向左推 啊 头一边抿啊 一边推 推到 左胳膊伸直啊 伸直 尽量的伸直 同时呢 我们这个右手呢 在我们这个 被压的情况下啊 这个右肘啊 拖着我们的右手 按的同时 往后抽啊 就是左手按啊 向左 推我们这个头 然后我们的右肘呢 向后拉啊 向后拉 这样啊 我们整个这个 头向左转的这个 劲儿呢 就互相啊 借了这个两手的一个力 就可以很舒适的旋转啊 我们这个动作也比较容易到位啊 然后